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宣布的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我们查一下小资料 它还不算主权的范围 它不是一个国家完全主权控制的 但是它讲说你进入这个地方之后 我方的军队 军机 军舰有权进行如何如何 就有点像这种不同的战区两个接洽之代 这样单方位的 特别在冲突地区的 这种有国土冲突的这种地区 单方面的划分 单独划分这种防空识别区 等于是对对方的一种挑衅 对这种现实环境的一种刺激 这是这么来解释 但它不是主权范围之内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应该说为什么 什么理由 而中共突然宣布这样的做法 23号 22号呢 青岛大爆炸 23号呢 他把这条消息拿出来 这条消息出来之后 这样的做法只能激化 中国跟日本之间的现在所谓的中日冲突 没有任何好处 而它唯一的好处只能说 对国内宣传而言呢 显示出它强国的概念 另外一个概念可能 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进行背书 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内 对吧 对内他做了一些东西 对吧 他要表示出我是强国的概念 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到现在的结果 虽了 党国虽了 所以与其想树立国威 不成想一下尿布师得换尿布师了 就是有点这个味道 针对此事 昨天我们那期节目做完之后 美国白宫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应 白宫的发言人是这么说的 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的做法 激化矛盾 美国白宫发言人格内斯特辛切尔回答记者 有关两架B-52军机进入 在没有通知中国的情况下 飞越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针对这样的事情 美国政府也就是白宫如何来看待 那他的答复说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设定 东海防空识别区所持的立场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 美国军机飞越的行动的用意 但是在记者的追问下 他说诸如像中共当局周末所做出的 设定防空识别区 这样激化矛盾的论调和政策 应该是适得其反的 达不到他所做的目的 美国认为这种领土争端和意见分歧 应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以符合该地区所有各方的利益 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有相应的条约 这样相应的条约是二次大战出现的 那在条约当中的第五条明确说 它是适用于钓鱼岛的争端的 而钓鱼岛目前是在日本的实际的控制之下 那这样的做法 作为美国政府来讲 他只是从外交的层面去说的 我刚才跟他开场白跟大家讲了 我认为是中共内部的问题 中共上层的问题 有人是不是要抓军权 我们不知道 说明如果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办战争状态抓军权 效仿当年79年的邓小平 说明军队内部的分歧极大 而中国的反应呢 只有一句话 中国国防部说 我们全程跟踪了这两架B52 就是我就说你回家尿尿就完了 别弄这事 所以我刚才才提到 外部的反应很简单 关键是谁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下这样的 做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曾经跟大家解释过一概念 你看那个电影里经常演这样 那打架的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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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意在警告中国安抚日本 五角大楼证实 两架美国B-52重型轰炸机 在没有汇知北京的情况下 飞越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那美国此举显示世代的严峻性 另一方面 借此直接向日本发出明确信号 美国将坚守美日同盟 那这个说法就非常直接了 你跟日本的冲突 就是跟美国的冲突 两架轰炸机从关岛基地起飞 执行了一次很久的 已经布置好的任务 这是他说了 叫什么蝴蝶闪电 美国国防部呢 在此之前已经誓言 美国不会遵守中国 所谓的防空识别区的规定 这是美国国防部 美国这个五角大楼直接的讲明 那包括韩国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 台湾 日本 都明确声明 不会执行中共所划规的识别区的规定 一时激起千层了 连这个德国人都说话 说中国这么做 简直是就是无厘头 基本就是无厘头 这是我们自己看到的 大致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呢 应该是最快的时间 以中文的方式呢 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 题目叫做 B-52轰炸机直接飞越钓鱼岛 美国直接挑战 中国防空识别区 这就是美国直接的军事行动了 他是这么讲的 防空识别区的设置 毫无疑问 应该是经过习近平批准了 因为他是军委主席 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这一举动 是他试出改变 东中国海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令日本维护其领土主张的成本 越来越高 警告其不要越过红线 否则可能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如果效仿当初邓小平拿军权 而选择了日本 这是比较愚蠢的 但是这一次中日之间的冲突的 背后的身形 是曾庆红和江泽民 去年的八月份 作为江家势力来讲 在出于自己目的的时候 他会动用他所有的能力 来挑起事端 扰乱习近平本身 这也保不齐 所以你让我说 这完全是习近平的规定 或者说如何如何 我自己画个问号 就是难道中共的内部 就没有人想到这样的举动 会直接引来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 和直接引发出美国人两架B-52轰炸机 直接了当就飞到你区里面待着 小样子你来吧 你哪能弄个家巧放上去 两只家巧 一只家巧围着一只B-52轰炸机转一圈 你也吓唬他一下 连家巧都没了 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大陆这次做的很过头 不仅激怒了美国和日本 也激怒了台湾和韩国 以及其他一些有领土之争的国家 这是非常得不上市的事情 所以我们来看中共上层如何对这件事情答复 或者说后面是否会演化出其他的故事 BBC在很快的时间里 分享了国内网友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直接讲网友评论 美国空炸机挑战东海防空识别区 说法很多了 我们跟大家分享几个 不少网民都想知道 中国军机为什么没有起空拦截 有的网民说 中国军机应该起飞跟踪监视 否则中国政府设置的防空识别区 真的成为了日本人所说的无效了 国防部答复了你这样的要求 人家说全程监视了 但没看着 大概我刚才说了 派了俩家巧上去了 然后拿着望远镜看了看 保不齐的事 另外一个网友讲 B-52轰炸机飞越防空识别区 中国连战机升空都不敢 这还一再强调对方没携带武器 请问你是怎么知道 那个美国国防部长跟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 在B-52起飞之后 人家BBC就说了 媒体都知道说 没带炸弹 所以这个 人家国内的人说为什么没有没带武器 所以没拦截呢 人家是看BBC的 BBC不让咱老百姓看了 网友韩清子在微博中说 美军轰炸机挑衅性进入中国防空识别区 飞越领海的情况下 中方为什么没有拍战机进行拦截或者扮飞呢 这是不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呢 共产党比较大度 比较大度 比较包容 对吧 提了一些规矩的话 你说挨了俩嘴巴的话 那你得包容 你不包容的话 打斗总是不好的吧 这个党会说这样的话 还有个朋友讲 刚自说自话的设置好了 美军就敢挑战 紧接着日本政府就禁止民航公司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 其实对这种情况 中国应该紧急起飞战机 警告也好 逼迫也好 起码表个态 否则设置的区域形同虚设 成为世人的笑柄 不是为拦截 问题是你敢拦吗 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说了 人家孙子都是美国人 儿子是美国人 儿媳妇是美国人 二奶是美国人 八奶是美国人 关你老百姓什么事 设置防空区是给老百姓 给中国人设置的 不是给外国人设置的 所以我自己的说法呢 表面干出越强的事情 说明共产党崩溃就在眼前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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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